继续开会 接着请陆议员署美咨询 45分 三位主席 我们陈秘书长 陈市长 以及三位护士长 还有杨秘书长 我们市府各单位主管 各位媒体好朋友 亲爱的一位同仁 电视机前 亲爱的乡亲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本席感谢大家 对先持三丈事宜的种种协助 在此本席 仅代表我们全体家属 向大家致谢 尤其特别感谢 我们乔州区的 陈区长郑坤 感恩你们 谢谢大家 现在署美将进行 第二届第四次的定期大会 市政总时群 首先我请教我们财政局 检局长 您去年 炮打中央 一直强调说 中央政府对本市的补助 从101年度到105年度 这五年之间 总共少给我们市府的补助款 有818亿元 您觉得中央政府对高雄市 非常的不公平 是不是 有没有这件事 请局长回答 谢谢陆议员 确实有 确实有 那您先请坐 根据你们财政局的统计 你们是以100年 作为比较的基准年 统计比较 从这个表列 你们参考 这是100年度中央的 普通统筹分配税额 加上一般性的补助款 计划性的补助款 这商量加起来 总共是689.67亿元 然后101年度的补助是 563.55亿元 总共101年 就少给我们市府 126.12亿元 现在都是数字 比较无聊 可是你要仔细听好 102年度是521.38亿元 少给我们168.29亿元 103年度是521.07亿元 总共少给我们市府 169.6亿元 104年度 523.18亿元 少给我们166.49亿元 105年度 501.34亿元 少给我们188.33亿元 所以这五年 依照我们在建局 检局长你的算法 总共就是 少给我们818.83亿元 局长 这样的算法对不对 这是不是你的算法 是的 这是你的算法 那你再请坐 那本席就要请教你了 你在106年 请问我们中央给我们高中市的补助款有多少 这张表我想很清楚 我先跟你说明一下 普通统统款 中央统统款确实每年都增加 那一般补助款相差也不多 主要是在计划型补助款 计划型补助款 那106年度 那中央已经给我们 我们边在预算的 已经增加了58亿左右 那我要跟陆一言在报告的 就是说 那个我们预算送到议会是8月底就送了 那从9、10、11、12 这三、四个月 目前各局处又争取到超过40亿的补助款 有核定的 核定罕的 现在又增加40亿 这个我们以后会用电路款的形式来处理 另外 这个并不包括最近所公布的像我们铁路地下化之后的 无偿博用的土地 还有建设经费纳入整个总经费 还有入主延伸线 这些都没有正式公安 不包括我刚刚讲的超过40亿 并不包括在内 跟陆一言报告 你现在的算法是说106年度中央的普通统筹分配税款 跟本市分配到的金额 加上一般性的补助款及计划性的补助 都中多少钱 你跟本市讲 106年度 我们可以得到中央的补助款多少钱 因为这个跟你的工作报告 跟你刚刚所讲的又多争取的金额是不符合的 你报告我请唱 这么多钱的补助款 你试试在买中央政府不好 现在已经有几档全民这件了 至少 以你的标准 要向中央政府要回我们的公道啊 要回我们的比例啊 这都一直在买啊 你买五档了呢 中央政府给你买五档了 那好不容易啊 已经换了啊 换了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应该 以你的标准把它要回来 那你还要找那么久 那本席根据你给我的资料 我念给你听好了 你就是三样补助加起来 总共是五百八十九点五六亿元 也就是说106年度中央政府的补助款 如果加一百年 六百八十九点六七亿元 那中央政府是少给我们一百多亿 可是你刚刚又报告说 这几个月以来 你又争取了四十亿嘛 对不对 那一百多亿又扣掉四十亿 那这六十几亿 你有把握什么时候 替我们公共市政府要回来吗 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陆议员 我想我们一直各局处一直在争取中央补助 这是持续性的 我们每个月都在市政会议在报告 我都财政局都会整各局处补充资料 你针对我的问题回答 这用你的标准 大家知道 你不能说国民党这件你的标准跟民政党这件变不一样 怎么会有两套标准呢 我没有两套标准 我想这个统计是我统计的 我一定负责 每次议会再讲到我们的财政 那你最有话说了 我跟陆议员很诚恳的报告 我想争取中央补助是我们各局处 我现在大家问你说这十几个 你的标准 你什么时候有办法 替共同市政府替共同市民 把中央政府打回来 有没有把握 有实诚表吗 简单回答 我想要具体的数字跟实诚 我在这边坦白讲 我也不敢轻易承诺 但是我们一定努力 包括我刚刚讲的 像铁路地下化之后 无偿博用的六十几亿的土地款 还有建设金会四十几亿 这个显然已经公布了 那本席会给你时间 我希望 就是以你的标准为标准 至少要这样 那最好是希望透过 刚刚我讲的 你们已经都全面执政了 希望要完全负责任 尤其是对我们高庄市的市民 要以你自己的标准来做标准 请你完全要负责任 本席会慢慢看 看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当然中央政府的补助争取越多越好 你请坐 那接着就是 我们106年度 我们编列的地价税 这个争议很大的 税收是128亿元 然后我们100块5年 变99.5亿 然后100年度的房屋税呢 是88.85亿元 106年度 税入是编了96亿元 总共增加了7.15亿 这两样税加起来 就增加了35.65亿元 这两项税 是教我们的八岁 最后切身的这个税收 那不知道我们财政局长 有没有 知道地价税 房屋税涨了以后 有没有听见民众 哀声载道的声音 请回答 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陆一言 我想 增加老百姓的税收 大家一定有感觉 我们 其实 我们 也都理解 但这是一个 你就有听到就对了 然后我再请问你 那我们明年度的罚款 跟那个赔偿收入 你编多少钱 税入 你要看 那我告诉你 你编了20.65亿元 你是财政局长 你为什么对这个数字 都还有本席提醒你 而且你工作报告 又刚做完不久 表示你对这钱 没什么用心 这样要做 我们一个市政府 要怎么划我们的财政 本席非常担忧 那本席又告诉你 就是说你的房屋税加地价税 已经造成市民这么大的负担 而且还有这个罚款收入 我们市政府在欠借 我们想的办法 建议都是把市民 来 收了 你们真的把市民当提款机的赢 更加过分的就是 你们106年度编入的税入 已经比上年度增加了86.33亿元 结果收入 结果收入价这么多钱 你还要收借108.59亿元 你借新的还旧的 仅还了35.5亿元 那我们的债务呢 竞争了73.09亿元 对不对 财政局长我这个数字有没有错 完全正确 我我就是怕数字讲 好完全正确 那表示你们向市府 多征收的这个地价税 房屋税 还有一些有的没的加起来 你不把这些钱 拿去乘我们的负债 而且还把负债 一直累计增加 难怪我们高昂市的负债 永远都会是全国第一名 我跟这个债务子孙的这个 长短期负债 加上因偿还未偿还的钱 根本喔 本社给你算算的 每天都超过三千几亿 永远都会是我们 全国 第一名倒数第一名 这负债最多 财政都是倒数第一名 我不知道市长知不知道 你是怎么换我们的市政府的财政 那本社合并以后 借了合并 要让我们高显的县民有感 表示说合并以后 我们不管建设 不管任何补助款也好 任何的只要对市民切身有关的 我们都希望变得更好 结果呢 这几年以来 但没有更好 而且还更糟糕 这就是 我们真正伟大的检局长 你每次都说你要开源节流 来议会报告都这样 我感觉你就是口号都是喊假的 说话好听 实在做不好 我在这边就是要报告给市长了解 是不是我们的财政 真的需要在精密的检讨 审慎的来计划 我们的开源节流一定要落实 要让我们的负债永远表列出来都是第一名 我期许 我刚讲的贵党已经完全执政了 希望我们 藉由我们 整个市政府团队 让我们的财政可以更好 我们的负债可以降低 这样你做得到吗 谢谢路易言的指教 我想您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其实都已经在做 我们负债真的往下降了 我跟路易言报告以六都来讲 明年度的负债额度 除了台南它是五十几亿 我们七十几亿 我们多它一点点 台北是没有负债 其他的三个都负债都一百多多亿 甚至有两百多亿 你现在说你比他们更好 不是 有这样吗 我刚才报告一堆送你你都说对的 不是 那表示数据证明你是错的 好你请坐 你不要再说 你打拼就好了 本席就是提醒你 你要打拼就好了 我为什么会下这个标题 太耸动了 这个大概照得不清楚 这个是我们 那个岗山本周污水处理厂 本席请教我们 京八局的真局账 我们这个本周污水处理厂 我们这个本周污水处理厂 多久之前了 我们为到它的改善工厂 比较 那目前呢 该厂的使用管理 维护情形怎样 请你简单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目前我们本周污水处理厂 就是循它建厂以来的惯例 它是委托 公开招标委托代交助厂商执行 你报告这么简单 没关系 那那个委托的处理厂商 是什么公司啊 105年度是平和 105年度 就是今年发报的吗 那你们的合约内容是要委托 它代操作几年 就一年一标 一年一次 那如果在 代操作的 那个期间 那设备损坏了 谁要维修 要看设备损坏的原因 你跟他的合约呢 那个 我们主要的合约 管线损坏 像以前这样 谁要处理 管线 你是说那个污水的 之前你改善工程 花了那么多钱 那管线坏了 谁要处理 还是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什么原因 你有什么原因是谁要处理的吗 这样讲 就说跟议员报告 我讲的很简单啊 管线失败了 伤害处理啊 污水管的管线 因为有的是 有的时候会是厂商在纳管 那排放的废水 像之前 就是厂商纳管排放的废水 其实超过标准 我们有去 请那个环境计事工程 环境工程计事协会 有鉴定过 那有一些是排放的废水 那鉴定过就是全民买单啊 以前花的改善工程的钱 污水厂的管理出现了一些状况 就刚刚市政府接管以后 出现了状况 我们花了五亿多 把它做了一个整修 当然最重要的是 环境不能够产生污染 那我现在本席问你 听清楚 如果这些管线 又坏了 那是谁要维修 是市政府 还是带操作的厂商 如果是操作的设备 因为它操作的设备 没有我只问你管线啊 就是厂区要流到污水处理厂的管线 像我们现在这样 配到这么严重 是我们市府修理的嘛 那个损害造成 我们要去球场 就要找出损害的造成的原因 那你之前这五亿多有球场吗 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依照那个 我们污水厂的部分 目前有一块就是在 环境差异分析的时候变更 引进新的厂商没有进 而引进一些超过设计标准的厂商 进到园区 这一个部分 目前有一个诉讼在进行 有一个而已哦 对 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这样 你跟本席回答 本席不是很满意 那我现在再问你 那那个带操作的厂商 是如何订定 向这些厂商收取处理费用 收取废水处理费吗 对 废水处理费是金发局订定 是你们订的 对 那厂商在带操作期间 我如果硬是说 这样对我的成本不符合 我可以随意跟这些厂商涨价吗 不行 只要金发局同意就可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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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年内不得涨价 呃公告过没有变更都不行 而且收费不是这些 不是带操作厂商 收费是 是金发局 对 你可以带操作厂商 假设今天带操作厂商是本席 那本席觉得不符合我的成本 我向你要求 那你可以随意 厂商叫来开会 我这样说 这您说的是今年度吗 今年度 这一个到时候 带操作厂商 没有跟我们提议过 任何水费调整 我们今年度有公告水费调整 那个是两年前就开始做讨论 那本席问你嘛 你说是105年度 那操作到106年度几月 操作到一 我们都是1月1号到 当年度12月31号 就是当年度的吗 对 那明年你会不会涨价 你不知道吗 我们明年现在我们公告的水费 才刚公告啊 对啊 那会不会涨价 以我们目前的预期 我们没有预期明年要涨价 现在就是厂商担心的问题 就在这边 我跟路员报告 本周污水处理厂 从开始运转到现在 从来没有依据实际的水量 跟操作成本 调整过价钱 去年度是第一次 我们也有讨论 那今年度才公告调整了 现在要跟你讨论就是这 你告诉本席说 现在带操作的 那个厂商的公司是谁 平和 他的公司设在哪里 本周 在我们本周 本周产业区 产业区内嘛 是 他可以去收外面的厂商的废水 进来处理 对不对 他本身就是做这道的嘛 他本身就是做这道的嘛 对 他是个环保科技公司嘛 是 对嘛 他是不是可以收外面的废水来处理 是 对 那你现在又让他 但是他能收的水量等等有管制 没有 我现在跟你说 他还可以收外面的 还要处理我们园区里面 这是求援兼裁判的 你要怎么监督啊 你可以保证吗 那你现在是要求各厂 要排到这个污水处理管 是要有我们规定的限制嘛 要达到这个限制标准 可以 买到污水处理管 我知道 您要提的是 他纳管的时候 排纳管的 水的浓度 纳管的部分 是我们独立有一个案子 由其他第三个单位来做 纳管的水值检测 好 那这一个部分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 我现在我的工程就是在园区里面 嗯 然后我又可以去收外面的废水 啊我如果 没经过先前期处理好 我全部都把他绕在里面 做一刀处理就好了 我了解路医院的意思啊 你是说 他要做前处理 他如果前处理 你在临选厂商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他如果前处理 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根本不需要处理 因为全部 从头到尾都是 都是一个人在处理 你听我 我要跟你说什么 我这样 那个路医院 我这样子说明了 因为我们采的 招标的标案 它是一个统一的价格 这一年度 所有的处理经费 就是这么多 我知道 所以我去收外面 厂商的废水 我不用先处理啊 我全部都拼来本周 污水处理 中车会处理得 因为 有可能这样没有 我这样子说 就说这件事情 就跟所有的厂商 在纳管的时候 有没有超标 是同样一样 我们必须要 严格去监理的事情 好 那我如果 我如果直接 载到污水处理厂 你有法度去追踪吗 我从外面载的废水 我直接不经过 我的公司再排放 我直接载到污水处理厂 你敢知道 有可能吗 这一些载运 废水的一些 车辆 其实它要 要符合一定的 业者的规范 那这些车辆 环保局应该都是有 很多车辆都是有 装GPS的监测的装置 本行现在告诉你 你这个争议很大 你在临选厂之后 没有仔细考虑 我现在只问你 那本来就是不应该 金发局来 发包这个工厂 不是你们专业 你们又没有办法监督 是不是 就是依法 我们是园区的管理单位 是由服务中心 来做这个事情 你们的依法就是 像以前一样吗 全民买单 做不好 议员 坏掉花钱 这件事是 民国99年12月 你要说 一接到就是这个样子 我一接到 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您要 我觉得 我也要求 你接到状况就是这样子 你就会更加小心 是 没有错 那本席就提醒你 千万不要 让本州产业园区里面的厂商 有这个疑虑 他们也会害怕 我认为说 如果 是谁造成的 路议员 因为我们也固定都有跟厂协会开会 如果厂协会觉得这个 状况 你跟厂协会 都是你说的算 不是厂商说的算 你是主管机关 你现在跟我说 不然他叫你不要去 你也是要去 如果是 你请坐 你请坐 本席只是提醒你 好好做好 你应该善尽的责任 该监督好 给我监督好 好 我们一定的家人来监督 你请坐 我只是提醒你 我们请教一下 那个交通局陈局长 你是否有了解 那个捷运南岗山站 及岗山火车站 有一些停车问题 请我们交通局长 陈局长回答 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陆议员 有关刚才议员所提到 岗山南岗山站 还有岗山火车站 这方面的部分 我们当然非常关心 那个地方 停车攻击的状况 那所以在今年度 我们也针对 整个岗山地区 可以提供出来的 这个空间 我们也增设了 大概有两场 一场比较小 一场比较大 在中华圆环那边 还有一个是在 利用官校 官校在省道旁边 就是岗山路跟明有路 等一下本席 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反正 你就是觉得说 这两个地方 就是面临很大的 这个停车问题 要解决吗 是 是我们也给他开辟的 在104年就开辟出来了 对 好那你先请坐 那本席跟你报告 就是说 我们这两个地方 停车的问题 非常严重 因为南岗山站那边 停车问题 就是 停车位不足 严重不足 然后岗山火车站这边 很多乱象就是一些机车 脚踏车就是会乱停 然后火车站这边有两个停车场 一个是我们公营的停车场 一个是民营的停车场 然后很多我们的民众要去车站那边停车 就是他们想说停车费大概是要省还是停车位的不足都有 所以他们就会随意乱停 可是呢我们的取缔标准就有两套标准 因为很多民众跟本席反应 就是很多的那个那个停车 都是乱停 结果都被取缔了 然后那个民营的停车场 很多机车停在人行道上 结果都没有去取缔 他们都觉得说 对我们非常不公平 如果是违规照理说我们都是一套标准 怎么会有两套标准 那陈警长你请简单回答 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路远 路远刚才特别指的是这个钢山火车站 钢山火车站里面的场域是台铁他们的场域 所以他有些是租给民间来经营 那至于说他们外面如果说有这个违规停车的部分 我想我们脱掉或是取缔的标准是一致的 那议员所提到了 如果是在民营停车场外面有这样的一个违规 我们没有去好好处理 我想我回去会马上了解 需要的话我就马上去处理 这一定是一套的标准 好 那谢谢局长 那另外本期要跟你讨论的就是 我们那个钢山路跟民友路 我们这个停车场 那这个停车场呢 因为它的位置面临有银行有邮局 还有市场学校等 那很多民众呢都是去洽工所需去停车 那我们的停车费呢是六小时三十元 那很多民众反映说 其实我进去停 大概洽工的时间是大概不足三十分钟 那是不是我们 建请我们陈局长考虑一下 如果我们停车的时间不足三十分钟 是不是可以优惠不用收费 这样可行吗 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陆议员的关心 陆议员的建议非常的好 就是说如果有洽工的民众 他时间不用那么长 是不是在费率上有一点优惠 那这个部分目前我们是跟这个军方 跟他合作开辟这个停车场 所以我们必须要负担 军方的这个经费 所以可能要完全免费 可能比较需要再评估一下 不过当时为什么会有六个小时三十块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祭祀的概念 就是最主要希望说 让我们岗山地区的民众 真的能够有一个比较便宜 而且需要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停车的空间 那至于刚才议员所提到 如果有那个更短的时间 是不是有更优惠的 这个我觉得可以来考虑 我回去来请我们的同仁来演绎 好 谢谢陈局长 那我希望说未来捷运呢 岗山到陆主的延伸线 已经都准了 那未来这七座车站 希望能够预先将停车的需求规划好 不要再衍生出这些停车的交通问题 还有请加速我们捷运周遭的土地开发建设 这样子我们这个大高雄地区的长远发展与繁荣 才比较有希望 希望捷运局也把这一件事情 好好的来规划一下 那本席为什么会下这个标题 我们有这个阿把的农业局 那你如果听完本席 跟你讨论的 你大概就知道你有多阿把 也让市长了解一下 我们创局长 本席请教你 你是不是要解散我们钢山果菜市场 股份有限公司 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把六議員補一下 有 有 因为是要配合我们工山到工山车 我们的捷运局在这暂体工程 刚刚演讲的 你讲的很好听 因为本席30年前开始做民意代表 就一直在建议这个菜市场要迁移 这个地点 那你到目前为止 没有为这一些摊商设想 请问你现在的地点 你迁移地点确定了吗 在这里跟流言报告一下 在我没有说这个迁移地点以前 我是虽然说一个事情 因为我很感谢工山轮会 帝梁我们这里要发展 他 我没跟你说到兄弟 你对我的问题会答到 地点找到吗 我跟流言报告 从今年到今年 我们交去输出的细处的会议 好啦 等时代替民回答 要不就对了 重点就是要不结论 就算还没有 我们现在有找到一个地点 我告诉你 第二点就是要不吹 你就是开会 你禁制决定 而且 你用你的出席人数的优势 因为我们是那个嘛 关股较多了 渐四席啊 工山轮会三席啊 所以不听工山轮会 还有那些 果菜市场摊贩的意见 您禁制的说 我就是需要改善 而且 限期哦 开了几次会 本期都有资料在这边 你不要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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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告诉你 今天市政府 是要照顾我们一些基层的老百姓 尤其是这一些果菜市场里面的 不管批发商 不管小摊贩 我们是要给他照顾 不是 要跟他搬走 就要跟他翻查他去走 而且 当时候 时空背景不一样 你 没钱的时候叫工山轮会 来把政府导租 人钱拿出来给你导租 你们现在禁制解散 啊 租赛要怎样本人 不用 不用本人 而且之前还说 哎 要解散 是你市府自己要解散的 你再跟我说 哎 这些员工 支遣费 還要叫人工山轮会 跟你搬出 后来是人家距离力争 我跟他说 这条纸你要出 好啦 这个故事我都知道 我也很了解 你不需要在这边讲这一些 本席只是要告诉你 照顾我们的老百姓 不是你这种照顾法 不是你今天想说 哎呦 我现在这个果菜公司是了解的 我就禁制要解散 你果菜公司当时候成立 你的宗旨是要探钱吗 是吗 如果是 那本席赞成你 不是嘛 而且还是我当 正名代表的时候 公司没有钱呢 叫人工山轮会 拿钱来给你搭出 结果呢 现在 政府又不一样了 资产全都要整理 所在地也认 办公室也认 什么都认 那工山轮会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就是这样 这样你有阿爸没有 你就是自己感觉说我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我是不是我可以说明一下 就是我给了我们说明一下 公山轮会 我刚才说 真感谢我们的帖流 那么第二 对到我们公山 各载公司里面 主権费的问题 我也很感谢市長 冬季的与美金 八百几万 所以说我们的主権盈丸 他们都主権好使 第三个 刚才我们议员所说的 说我们这 团上百几戶 才安慰安定的问题 我们找到 这从今年到今年找过很多会儿 以外还找过土地 在这里很轻松给議員補一下 那么安静 因为在这里有处在这里的人 的地方 刚才在大盆九村 安静市町庭庭里面 市町庭庭里面 有这些零点五公尺的土地 如果这些土地 后来都 说大家 国担委可以合力来帮忙 我相信 如期 我们捷运区 要在这里做暂提的工程 就可以如期完成 本市今天跟你讨论的就是 做事情不通 本末导致 你要先把安置的地点找好 好料 来 你要新生的地点在这里 这两样要同步进行 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解散这个公司 真的有那么急吗 你市政府党 都要交告八成 有吗 我在这边借这个机会 也跟陈市长报告 你刚才说的 我也很感谢市長 在这里 会完工的照顾 另外 就是要拜托市長 要快 看你们 找一个地点 要先安置他们也好 然后另外 要凌雪一个 適当的地点 让这些团圈 可以安心 这样你做得到吗 问你这样就好 我的努力 来沟通所有的团围 大家来帮忙一下 我请市府团队 对这个事情 比较刺重 不行我今天 我开会说改善 我就完工 钱都给你了 你不会这样吗 我会负责 那你请坐 谢谢 那另外那个 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大 因为本席 常常路过一些地点 就是今天看到五只流浪狗 明天 可能下礼拜 又变成八只 十只 二十只 这种事情 我希望说 我们的农业局 你书面 给我回答 你要怎么解决 我们公公室 流浪动物的 办法 还进前本社给你建议的 这个动物 你都给你做了 你跟我说你都给你做了 我希望你书面回答本社 然后我希望说 我们公公室 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城市 不要再很多桌 本社一直给你欢迎 可是 公公室还竟然有这么多的大陆 是这种样子 这是186县道 公山到英安 这个路段 那因为 前周桥到那个和华路这一段 目前在拓宽工程 那本席有问的那个新公处 养工出工 你们没有拓宽的原来这一段 已经摔得很严重了 是不是要 趁着这一次 前面那一段再拓宽 那这一边这一段路 是不是 要跟我们维修好事 结果 跟我说 没钱 也没有 目前也没有考虑到这一段 只要把市长报告一下 这段 道路摔得很严重 这因为这是 呃 长期哦 我们本周 产业园区来 都大型车辆 在搞 那这一种 柏油大路可能 在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加强 它的基础 才不会这样 常常你看 整条路 简直没有一个地方 是完整的 而且呢 还有很多 呈现波浪的状态 那摩托摩托得很严重 啊那个 还有这个嘉兴东路 你看 全部都是波浪型的 还有那个圣圣路也是都一样 这三大道路 都是有很危险的地方 希望我们市政府呢 这个就是不能省的钱 一定要把它做好 还给我们用路人一个安全 然后在问这个高雄款之前 有一件事情 我也跟那个市长报告 我民众反映说 他在市长信箱 跟我们 呃 市府反映事情 结果市长信箱 竟然 回答说 请民众 再打1999 本席之前 我记得我就 已经咨询过了 我要告诉民众 今天 除了找民意代表以外 最有效率的电话 那市政府到底是应该打几号 或是应该要 到哪一个信箱去 我希望 市长信箱 在统合这一些问题的人 在帮市长回答问题的这一些人 你们要用点心 不要人家反映在市长信箱 你竟然跟人回答 说 阿车你又卡1999 那我头上那个信箱 我是假的 希望 这个 是哪一个单位负责的 你们自己付接我 好 也不用在这边回答我 以后不要有这种情形 我以前就告诉过你们了 好 然后因为高雄款 我们先 请放 PowerPoint 本席的资源时间 快结束了 那大概简 简单的看一下 看见的是什么样的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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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先停了 本期在电视看到这个广告 我很压抑 可能本席的理解力不是很好 我真的看不到他的主旨 在讲什么 本期请教我们新闻局 丁局长 你这个公告花多少钱 嗯 谢谢议长 谢谢陆议员 我报告一下 我们这一支影片的设置费用 在200万元左右 200万 那你去电视播放呢 然后我们的播放费用大概 在电视的部分大概就是800万元左右 那我们比较 那是电视台给你优惠吗 因为每一台电视几乎都有 嗯 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 我们大概都会用最有效率 最精算过的一个投放方式 就是说 这支影片 包含拍摄 包含在电视的媒体播放 总共花了1000万 是不是 对是 是喔 那你告诉本席 你这个主要诉求是什么 好 这边跟议员报告 我们希望透过高雄款 这样一个新颖的名词 他来打造我们一个城市的品牌 让大家看见我们高雄 美好的城市特质 尤其是要针对我们的这些 新世代的喔 吸引这些新世代 好 因为他们着重 这些创新性质 着重美感 我们让他们知道 来到高雄 就是一个可以挥洒自我寻求 美好生活 一个满满的大平台 这样可能本席年纪到大 没办法带会 你打这些鸭皮 你要诉求的这个阻止 那本席请问你 我们之前请五月天代言 花多少钱 嗯 这个部分就是过去年度 因为我们这两年 并没有再相关的 代言费用的支出 所以我可能要回去 再做一些统计跟议员报告 其实 据本席了解 五月天报名高雄代言 是没有花钱的 市長对不对 五月天帮我们代言没钱喔 其实拍摄影片等等的 都是有相关的酬劳的 没有 本席就是要问你啦 你花一千万 让很多人看不到在问我 是别人看到叫我看的呢 来问我 还是与其 我们拜托五月天来给我们代言 五月天也是年轻人很喜欢的啊 甚至我的年纪我都很喜欢啊 那是老幼都喜欢啊 那为什么 你会有这个 大家看不懂的广告来行销我们高雄市 那五月天还是国际巨星呢 而且还可以不用钱耶 那只要你去拍摄五月天的影片 来播放 甚至在全球播放 我相信我们高雄的能见度 以及人家愿意到高雄来的议员都会增加 不知道局长有没有认同本席的话 这个要跟议员报告 第一个五月天的代言跟拍摄等等的部分 过去拍摄广告 他们并不是免费的 就我所知大概 就我印象之中过去年度中 他光是他代言费用可能就超过我们这一条 这一支影片的一个整个设置的费用 这个要跟议员先做说明 兵局长你那个籍贯是哪里 我籍贯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啊 哪一个城市 我在台北出生的 对啊 我要跟你说你这支电影 放在你主观这样拍 我感觉你刚才拍得起来 很繁华的感觉 没有让我们高雄县市原有的一些 风貌美丽的山川景色 什么我都没看到 我就看得很繁华 有一些很新现代的建设 那本市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年科你说一千万 你如果他开五千万 结果你的效益 可以变成五亿五十亿 我都给你鼓励啊 那你我觉得说民众跑来告诉我说 高雄款是什么东西 而且看不懂 高雄那些人自己看不上 要叫别人看有吗 我不知道啦 我只是说 我针对我们民众来给本席反应 那本席也很认真的看了一次 我就是 那这样你了解吗 希望你朝着 让我们真正把高雄的能见度 可以在全球播放 让大家都知道 像本席有时候要出国坐飞机 那个飞机上面的广告 一些好像都别的城市很多呢 好吃好玩的高雄市都很少 我希望你在这一方面多多努力 好你请坐 然后我在这边也跟都发局局长 李局长拜托 上次本席有咨询有关我们江山区 有一个那个市场用地的事情 也希望说 你告诉本席说明年度有好消息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 为这件事来多多用心 那 后面这个 是本席在网路以及 LINE群组里面 有很多在流传 这个要给大家 参考 就是说 我们都说 谢谢陆医员的咨询 休息十分钟